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 健康好朋友 寧觀 夏天到了 很多小朋友愛喝飲料 愛吃冰 那不是只有小朋友愛吃 男女老兽都愛吃 可是很多養生專家 就打槍吐槽說 夏天到了 亂喝外頭的飲料跟冰品 真的不健康 真的不衛生 有的還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 黑心食材的問題 好 今天我們現場 有三個來賓要來PK 他們標榜自己都在家很厲害 都會做健康又好吃的 飲料跟甜品 好 我今天就要先介紹 我三個PK大賽的挑戰者 第一個是標榜很厲害的人妻 布丁姐姐 嗨 歡迎觀眾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票選 看這三個人裡面你們會選誰 一定要先選我好嗎 好 那第二個要介紹 永住民的朋友都吃什麼飲料 吃什麼甜品呢 薩基努 我是覺得說 勝負 排除在外 健康的吃 才是生活的唯一 好 那第三個要PK的 這個是我們的型男主廚潘偉翔 哈囉 大家好 我偉翔 我是覺得就不用多說 就專家不用多說話 待會PK就知道了 好 厲害了 我右手邊有三個PK大賽的參賽者 那左邊都是評審 第一個評審是醫生好朋友 很難取悅 每次都說小朋友吃太多冰 搞不好會過敏的 黃聰寧醫生 大家好 好 再來營養師好朋友 我們的陳寒語 大家好 叫我們的醫藥記者 生活好朋友洪素卿 嗨 大家好 沒有 我今天的身分是 林藝圈最誠實的舌頭 就是說好吃難吃 你們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 可是洪素卿同學 我們今天要PK飲料跟甜點 是有梗了對不對 對 夏天男女好少都要吃都愛喝 可是最近又有飲料業者出包了 對 為什麼今天要做這一集 很重要的是 很多人到夏天一定要吃冰 可是去外面買冰是步步危機 其實你覺得很知名的冰店 什麼鮮 鮮什麼鮮對不對 一樣可能會出包 就之前衛生局才在冬午節前 因為你知道冬午節之後開始熱 所以他們開始去抽查 就發現夭壽 這些知名的冰品店 一驗出來 那個大腸桿菌生技術超標 有些甚至超標達11倍 他們說11倍是怎麼來 可以這麼多呢 有一個就很不客氣說 我是懷疑這些員工 在製作冰品的時候 應該上完廁所是沒有洗手的 或者洗手之後沒有擦乾的 而且不只是這一次 其實歷年來很多的知名老店 都曾經上過榜 所以老實說冰品好吃是一回事 但是衛生安全可能自己做會好一點 來 問一下這個韓語 大腸桿菌真的很有可能 隨著飲料吞進去 就像蘇菸姐剛剛講的 這個大腸桿菌 真的就是因為你沒洗手 因為它就是在我們腸道裡面的菌 它只會在腸道裡面 所以說你如果驗出來有這個大腸桿菌 其實就是沒洗手 有這個扁扁 糞便的污染到有的食物裡面 然後造成這個可能上土下泄的這個問題 所以非常恐怖 所以自己在家做最安心了 那第一個挑戰者 我先請布丁出列 真的 聽說你在家當令的水果 你都常常就會做簡單的冰沙給 男女老少家裡的成員吃 沒錯 今天要做的這個是什麼來的 我今天要做的是 葡萄加火龍果的一個叫 夏日火紅冰飲 那首先一開始的時候 你就是把葡萄都先打碎 你先打的是葡萄汁 對 因為它其實葡萄裡面 它有很多的營養 而且它對小朋友來講 小朋友要在夏天的時候喝果汁 你要他們不去手搖店 買那個珍珠奶茶 怎麼營養 這葡萄補血 不是 已經沒有要考試 對啊 葡萄最重要就是補血 回香酥稀啊 錯了嗎 你要讓他繼續講 他才會一直戳下去啊 好驚訝啊 老師們 我們先把葡萄先打成汁喔 好 葡萄打成汁之後呢 等一下 你的皮沒有打很細耶 因為我要把它濾掉 你要濾皮 雖然說皮是營養的所在 但是小朋友不愛吃皮 對 如果說有一些人 他是可以吃渣渣 像我們很養生的啊 喜歡吃渣渣的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就是不要 不要把它濾掉 而且小朋友那個 那個果皮吃太多了喔 真的會越來越頑皮 不是嗎 你就是這樣 就是別人的料理 你在那邊亂亂講 對 我有誤導 我們現在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還是把它倒進去 假裝沒有渣渣有沒有 好 我們把這個渣渣濾過的 我們把它倒進來 好 那我們今天要養生 對 我們葡萄汁之後呢 我們都不用加糖 因為當季的一定很甜 我們把冰塊加進去 冰塊跟葡萄汁的比例 大概是1比1左右 然後我們加一顆火龍果 火龍果也是就是 非常的營養 直接倒進去 對 這個也是高鮮的 至於它有什麼營養 就要看我們健康好生活 不要搞我 好了 現在馬上為您介紹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只要打5秒 馬上就好了 可以了 好了 現在它好了 你看火龍果真的很強大 它一下子整個顏色都變 剛剛本來其實是要留一點火龍果 來做一點那個標本 不是標本 做一點它的裝飾 結果忘記把它打進去 其實很漂亮耶 這樣其實也很OK啦 我覺得夏天看到這個會嗨 其實你夏天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清涼 而且我的渣渣沒有說打得非常的細 所以你們還可以吃得到一些纖維 來一言一杯喔 這個PK挑戰者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直接刺後評審到評審桌上 都是很多的膳食纖維 我知道你剛才沒有綠乾淨 純粹是為了我們 說吃起來比較健康 來 大家試喝看看 我們那邊還有兩位帥哥 我還以為敵人就不用了 對啊 其實我覺得 你們都有加料 每次好喝的耶 對啊 大腸桿菌 非常好喝耶 其實為什麼我要把這兩個加起來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胡桃它的甜味呢 我們就不用另外加糖 那冰呢只是說 平常如果像中醫師會說 有在吃中藥的人 千萬不能吃冰 你就可以加水就好了 你就加水那其實它也可以當作 一個夏天很好喝的飲品 而且我一開始覺得說 這個人居然拿這樣就來比賽 也太過輕忽我們這一項比賽 但是 很好喝對不對 蠻好喝的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葡萄 跟那個火龍果的比例非常好 因為它的葡萄味比較重 那火龍果本身除了沒有味道 有些甚至有一些 點令人不悅的那個土味 但是完全蓋過去 你就只剩下火龍果的顏色 跟葡萄的這個香味 那有些人喜歡白火龍果 因為有些人看到 紅火龍果會有點害怕 對 甚至怕自己尿出來的尿 都是紅色的 那時候你也可以選擇 白色的火龍果 它的效果也是差很多 可是這個尿尿會出來 有顏色是有好的 我跟你講 因為以前大家都說 知道那個葡萄裡面 可能有葡萄多酚 可能有花青素 可能有維他命A 可是這個紫色的火龍果 以前很多人都認為 它裡面也是花青素 可是又有一派的人說 它其實不是花青素 它是什麼 它是另外一個色素 叫做甜菜素 因為你會發現 你吃很多花青素的時候 比如說你吃很多葡萄 吃很多藍莓 吃什麼 你尿尿跟便便都不會變色 對 可是獨獨火龍果 所以他們覺得 它其實不是花青素 它有可能是甜菜素 所以你看兩個混在一起 雖然都是紫色 但是拿到不一樣的植化素 所以老實說 好不好 給你加一些分 真的 你看 而且你們看 三位評審現在臉都紅通通的 我就沒有紅 你是真的看不太出來 我很看好這一杯 真的 謝謝 可是一開始為什麼要把 那個葡萄皮濾掉 濾掉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其實我們小朋友 一開始循序漸進 像我一開始的時候會全濾 那全濾的時候 真的是只殺糖分 但是我們還是有依賴 那個火龍果的纖維 纖維也滿多的 對 它這個其實非常適合 什麼樣的人 適合這個3C族 所以每天用電腦滑手機 超過4小時的人 非常需要 為什麼 因為葡萄裡面有這個花青素 花青素可以鞏固 我們眼部的膠原蛋白 然後讓我們這個眼部循環比較好 所以這個其實小朋友 現在小朋友不是每天玩那個iPad嗎 每天抱著玩遊戲 他其實這樣用眼過度 其實都會傷害 所以每一天或者是兩三天 就一杯這樣子的 而且沒有加糖的飲料 其實非常適合他們 所以這個男女老少都適合 就家裡頭的老人也OK 然後小朋友喝也OK 然後要養顏美容的維生素C跟纖維質 都非常高也非常的OK 是 唯獨 感覺100分來著 唯獨有一群人 就是葡萄它真的很甜 所以葡萄的熱量跟糖度是不低的 它可能你大概100公克 大概有60大卡 甚至有些人認為8顆葡萄乾 就已經很驚人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量上面可能要佐量 它不能無限制唱 像剛剛那個英文在加的時候 我有看他到底加了幾顆葡萄 我也有在算 然後還有一粒火龍果 這樣子的 剛剛這樣打完一杯 大概250大卡 這大杯大概250大卡 沒有 還加裡面的 就全部 全部才250卡 那也還好啊 那這樣這一杯可能才100卡 對啊 而且其實我在打的時候 其實我是循序漸進 是一開始的時候全濾掉 之後會打很細 葡萄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鎂梨子很高 對 尤其是這種大顆的 所以它大概可以占了你一整天 鎂梨子這樣喝一杯 大概就 就是日常快樂 真的 每日量大概就差不多夠了 而且我試過一整個禮拜 電視器前面的人 也可以跟我一起試 絕對不會便祕 喔 你每天早上的時候 你就這樣吃喝一杯 就大概這樣一杯 這樣一杯 我家大概是350CC 到450C左右的杯子 到第三天第四天開始 你就開始發現 發現你的排便習慣改變 而且它是很OK的大便 所以陳英文今天這一個 很強對不對 對啊 很不錯 看起來也勝算在我 真的還不錯 這不是第一趴的第一個人而已嗎 對啊 這麼厲害的超火紅冰沙 是布丁推薦的 那接著下來 Sakiru要上什麼樣的飲料呢 讓我們再看下去喔 好 接著下來 Sakiru要帶來原住民的朋友 吃蓮子湯 對 好能想像喔 對啊 沒有 因為這個白木耳 感覺是慈禧太后吃的 對 因為你們應該吃更豪邁的東西 對啊 你們不是來到台北的時候 也是要吃一點 是不是 養顏美容的東西 我以為他會打個什麼青蛙汁 什麼之類的 沒有啦 這個白木耳呢 就先泡水 泡水 買乾木耳 白木耳泡水 然後把它泡開 泡開 通常你都泡多久 我泡大概都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對 半個小時 泡熱開水會比較快一點 也可以用熱開水泡 對 沒有 因為今天做的料理有沒有 其實它可以熱的喝 也可以冷的喝 然後這個蓮子去了心之後呢 待會所有的心呢 都會留在各個評審的這個心目中 OK 所以拿蓮子 蓮子去心 這個有安定的作用 對 然後而且還有 如果說你那個火龍果吃太多有沒有 排便太順暢的話 它有止蟹的功能 對啦 沒想到原住民的朋友 也這麼懂重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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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煮這套菜一定要非常地用心 好 然後這個蓮子 你要一直不斷地去攪上它 因為它會 蓮子很難煮是喔 對 對 對 然後它會屌地 它會屌地 對 然後時間往後拉 它目前已經煮好了 對 當然是 是不是 因為這個時間長短了 然後呢 我們會看到那個蓮子 你快熟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拿一顆來掐看看 然後它如果撥開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那個心 對 就是它的那個熟度 然後你再自己去抓 是你要的那個口感 但是一定要把它煮熟 OK 對 然後現在煮得差不多的時候 木耳就可以放進去 對 這木耳就可以下來 那木耳通常你都還會再煮多久 通常再下去煮的話 大概再煮個10到15分鐘 OK 對 所以那你的木耳應該是脆的 不是軟的 對 是脆的 它沒有把木耳煮到非常的軟辣 有一種人家會把那個膠質都燉出來 那整個就很軟很爛 就是那種銀耳羹的那個 那種它就會煮到很軟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繼續讓它熬煮 一二十分鐘 對 然後 最後再加冰糖嗎 最後再加冰糖 然後冰糖的話 我們就是看自己的那個口感 就像我們買飲料一樣 少糖 多糖 半糖 三分糖 五分糖 七分糖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 這個拌茶吃就好了 OK 好 那薩基努 你前一晚事先熬煮過的 對 熬煮過了 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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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差不多冰成三點的時候 你知道嗎 好 那個時候有沒有 是最能夠就是很用心的 因為我的小孩都睡了 我這個時候才能夠 全心全力的來參加這個比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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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接著下來 就給評審來試吃 薩基努用愛心熬的 蓮子銀耳羹 對 好 我們接著下來 試吃薩基努的銀耳蓮子羹 夏天感覺吃這個是清涼醬火 很好吃耶 很好吃喔 看這個表情 我覺得大概就知道分數了 而且它的蓮子還滿有咬勁的 也不會沙沙 太多沙 它的蓮子跟銀耳膏 還保有口感 然後不會太軟爛 可是整體搭配 是非常協調好吃的 這一道我剛才看到的時候 我本來有點覺得可惜了 因為你做的菜 跟你本來設定要做的是不一樣的 你本來要做蓮子百合飲 對不對 那一天剛好颱風天 是不是 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買百合 我就會跟你加很多分了 因為我就想到我爸爸 為什麼 因為我爸爸那時候肺去開刀之後 中醫師跟他講 叫他吃兩個東西 就是百合跟蓮子 真的假的 然後 對不起 還有一個叫白蘆筍 因為他們認為 中醫認為 白色的東西是入肺的 那個西班牙 百合 蓮子 這些東西他入肺 然後讓你的肺 然後養心 然後益腎 所以整個包括他的肺脹的 不好的狀況 或他心血管的狀況 甚至到他那種抗老化的狀況 都會有好轉 所以白色看起來 雖然覺得好像沒有他抗氧化 能力那麼強 可是從中醫來講 我們現代人常常這個肺的狀況 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們覺得白色 養肺是很好 夏至有時候心火旺對不對 對 入肺 養肺 然後顧心 你看多好 而且他搭配了銀額 因為銀額一般人 會誤以為他有膠原蛋白 其實他是有很多的多糖體 或有很多的血溶性纖維 那假設不幸的 我們真的吃到一些毒物 你們不幸的買錯了 可是至少這些 幫助你的腸味道 趕快把這些東西代謝出去 這個銀額就有這個好處了 所以即便選錯了 也有好處的 感覺你在幫他拉票 因為他讓我想到我爸爸 是不是 好啦 講得公正了 其實因為原本要做百合 我們因為百合其實 那個膳食纖維含量 比這個白木耳來得更高 但是因為白木耳有多糖體 可以增強免疫力 OK 然後另外很重要是這個蓮子 大家有可能會瞧不起它 覺得它好像就白白的 沒有什麼營養 就澱粉類吃了以後會胖 錯了 蓮子是澱粉類 它是澱粉類 但是這個蓮子 它其實假離子含量非常高 所以女生如果想要消水腫的話 對 什麼 吃蓮子非常有效 所以消防和蓮子水 也是很適合女生的蓮子 它的鐵比這個葡萄多五十倍 真的假的 蓮子 鐵比葡萄多五十倍 對 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排在第二棒的原因 蓮子 蓮子比葡萄補血 對 葡萄其實鐵含量 幾乎是沒有 大家誤會它了 看到紅紅 所以剛剛布丁在講的時候 他就一直很忙 就這樣給他打槍 我說我怎麼讓他繼續講 讓他繼續講啊 所以蓮子的鐵汁含量非常高 然後吃完 比如說飯之後再搭配一碗這個 就是動物性植物性的鐵汁一起 比較容易更容易吸收 厲害 今天我們在玩這個冰品 然後撒基努又是運動員 我就特別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一直在提說 是不是中醫或什麼會說 這個吃冰的不好或怎樣 我必須要講現在的地球 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像我們現在我們這種 這個地球暖化的狀況 我們的夏天的溫度高到有時候 三四八度 三四七度 那個高溫簡直是要命了 之前日本啊 之前熱浪的時候 就很多這個老人家 他覺得說我要自然 天哪 我不開冷氣 我不喝冰的 我喝溫茶 然後在家就熱死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絕對不是亂帶 所以這個地球已經不太正常了 所以 因為適當地吃冰 其實對我們是好處的 喝下水準 血管都清了 百股醇都低了 保餌都不見了 就覺得年輕人可以 沒錯 真的 我覺得他自己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謝皇醫師 真的 畢竟我們都是年輕人嘛 對 我看得出來 完全是 他把我們擺在哪裡 到底 適當地吃冰 其實對我們是好處的 那為什麼提到運動員 是因為在國外有很多的研究 至少有看過 再有兩三篇 就針對運動員在運動的時候 如果補充冰 他比如說 運動前三十分鐘 先喝個冰水 然後開始跑 跑跑跑 過程當中也多 這個補充了一百CC一百CC的冰水 這樣子 最後這個喝冰水跟溫水的 這兩組運動員 他可以相差百分之二十的運動時間 也就是那個喝冰水的 因為他熱量 經過冰水能夠減少 所以他就可以跑更久 他耐力可以更長 那Sagino今天這一套是 甜的可以這樣子吃 冷的熱的吃法都可以 溫的這樣子也很OK 冬天你也可以吃 夏天你也可以吃 真的耶 真的是好棒棒 不愧我們第二棒 但接著下來我們第三棒 那就更厲害 好 今天要來專業的小潘潘廚師 你就要做健康又好吃的飲品了 對啊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 這個黑木耳加上流程 一個黑木耳路加上一點點流程值 你們兩個男主角PK滿嚴重的 剛才一個白木耳是一個黑木耳 這樣才有個對比有沒有 這個就是硬不起來的靈芝 因為他就當於黑木耳 真的 我跟你講你幫我加分了 因為其實黑木耳 他應該就是平民的靈芝 對 所以他有很好的療效 對身體非常好 謝謝啊 OK OK OK的 可是我發現 你不是拿乾貨耶 對 因為其實在家裡 我們要吃得健康又輕鬆 用這種新鮮的吃 新鮮的就好了 對 然後挑選一下有機認證 有一些產銷履歷的一個黑木耳 對 很棒 好 那黑木耳怎麼做呢 OK 好 那首先買回家 記得要先把它這個 你等一下我把它剪掉 給你回種 它下面這個地頭 我們要記得把它剪掉 因為稍微把它 我的地頭是一定要去掉的 對 因為輕過之後 它有一些土味 那我們如果把它剪掉的時候 真的有耶 它的土味會比較浮潛 好像香菇的味道 對 它真的有土味 非常吸的那個味道 撒基努等一下拿回去再加 再種一次 撒基努你我真的有土味 好 所以一定要去地頭 我們去了地頭之後 我們就把它洗乾淨 那記得一片片把它搓洗乾淨 那你可以用一點點那個 氣泡水洗啊 或是小蘇打 那我因為我對小蘇打比較少用 你可以先用小蘇打 然後把它沖一沖 它把它洗乾淨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啦 洗乾淨一片一片 好漂亮喔 它的土味也會比較不見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木耳 大概就把它一斤的木耳左右 但其實看你喜歡 如果小鍋的話 大概半斤就可以了 那加水蓋過 有很多種方法 你也可以用蒸的 也可以用煮的 那事先呢 我有已經煮好了一鍋 這個煮大概要煮多久 這個煮大概半個小時到四十分鐘 所以木耳大概要煮半個小時以上 然後把它煮到軟爛是不是 對有一些做法 它會煮到兩到三個小時 那因為如果你有果汁 其實我們當然要選擇把它打爛的方式 你就不用把它燉到爛 那有一種方法 也是先把它切碎再下去燉 可是這樣太費工了 那因為要快速又要健康 其實整顆下去煮 它其實養分更保存在裡面 那記得這個水不要丟掉 因為整個黑木耳的養分呢 都在這個黑木耳手裡頭 對 這個多糖體都釋放在裡頭 好 接著下來呢 煮的時候加一點點冰糖就可以了 OK 加一點點冰糖煮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打它 打它就打碎 那因為這個是剛煮好還有點溫熱 所以你會加一點冰塊 加一點點冰塊 把它拿起來 我沒有在幫敵人的 沒關係 沒關係 二廚幫你 這敵人太強了 你看你的臉都黑了 不是 你是那個 你是公開社會主 如果我們是社會主 我要為台灣餐飲爭光 對 我怎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餐飲界 對啦 對 總是要幾個高手嘛 對不對 要不然這樣我一個人也太累了 也是啦 也是啦 你有那麼寂寞嗎 找不到揮手嗎 我待會一定讓你喝三杯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黑木耳放進來 那記得它這個汁呢 我們不要浪費 我們把它倒一點進來 那因為事先我們今天有加過冰糖 那如果你沒有加冰糖煮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蜂蜜 那我們今天加冰糖 我們就不加蜂蜜了 OK 對 還有一點點冰塊 所以一樣把它打碎 就會變成黑木耳露了 對 變成黑木耳露 就是一個純正的黑木耳露 那如果你在家裡 家裡頭自己做 料好實在的黑木耳露 或是買一個黑木耳露啊 我都感覺裡頭都沒有黑木耳露 都是糖水 那這應該會有微微的口感 對 當然 你再打一下 OK 這樣就好了 我們讓它有一點點那個 木耳的顆粒存在 OK 那如果你要濃一點點 我們就多加一點木耳 那水少加一點點 我們這個汁呢 也可以來做沙拉 就是一點點黑木耳醬沙拉 其實也不錯 也是一個另類的夏日的一個良品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倒進來 黑木耳露 那 這樣就是一個最基本的黑木耳露 那當然今天來到現場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就來一點點這個柳層 我們把它按個兩下 讓它軟軟的 稍微切一刀 黃柳層 切一刀 對 切一刀 那準備一下一隻叉子 好 放進去 稍微按兩下 滴幾滴就好了 這樣會有橙汁喔 這樣會有一點橙汁的香氣 那你是柳層啊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檸檬都可以 好 那當然 假掰來了 你還帶著牛海來啊 作弊作弊了 沒有作弊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尊重我們這次的比賽 是 隨便出來就是這樣 好不好 OK 來 你是去哪裡 人家挑好的拿下來掛 沒有 因為你們剛剛 我剛剛看你們有帶流程 我就把它借來用啦 對 那今天當然不只這樣 我們也可以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 我們可以來一點點的冰塊 好 然後呢 不是我們今天做一吃就好了 沒有 對啊 你幹嘛還看木耳這麼多吃 再加木耳露嗎 你的木耳好煩喔 我們腦袋裡面 我們腦袋裡面裝的東西不大一樣 你知道我剛剛就葡萄汁跟兩火汁 先分開給大家喝兩次 我要加特別的東西嗎 對不對 這個黑木耳露 等一下 OK 你要加什麼東西就黑木耳露啊 那如果你在家裡來一點情料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紅酒 增加它的吸收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氣泡水 氣泡水或紅酒 對 讓它有一個氣泡的感覺 那記得 還是要低一點點的這個層汁 香氣來一點點 換湯換藥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出 簡單兩個很特別的飲品 對 非常棒 是...謝謝 好 我們這個小潘潘廚師的 木耳黃鈴露上囉 把我們小潘潘師傅的 木耳黃鈴露乾 加氣泡水的兩種不一樣的感覺 對 不一樣的感覺 從來都沒有喝過 這麼有誠意的木耳露 因為你房間你買到的木耳露 你根本幾乎喝不到木耳的感覺 可是它這個是幾乎 沒有辦法有一口 沒有那種木耳的 它的這些多糖體的感覺 那整個就覺得 喝下去整個血管都輕了 膽固醇都低了 飽下去龍山都不見了 還有一點飽足感 你知道嗎 只可以健康 又可以吃飽 因為這樣子的黑木耳 它其實膳食纖維是 白木耳的四倍 真的喔 所以它今天要食材 就贏過它了 不是 我的是它的四倍嘛 對 好 所以它膳食纖維高 然後它有這個 激血管 然後降膽固醇的功能 但是有注意 要注意有些人不能吃 比如說像這種都是非常濃稠 真材實料 就是你在拔牙前或者是大手術前 不要 因為它有抗靈血的功能 木耳啊 對 木耳有抗靈血的功能 太小心 所以你在這個手術前 或是拔牙前 就不要大量 可是像它這樣子一杯 就有抗靈血的效果嗎 因為它這個很濃稠啊 非常濃稠 所以最好還是不要 然後熱量的話 它剛剛講 這個一大壺對不對 對 熱量大概250大卡 那一杯搞不好幾十卡而已 對 平的大概六七十而已 而且它這個又很有飽足感啊 對 那問一下黃醫師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 因為黑木耳影大部分就想到阿嬤 但加上檸檬汁這樣一點氣泡之後 就覺得年輕人可以喝 沒錯 我覺得它是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謝謝黃醫師 真的 畢竟我們都是年輕人嘛 對 我看得出來 完全是 他把我們擺在哪裡 到底 這其實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因為它喝起來濃稠濃稠 很適合老人家吞咽困困難的人 像很多老人家 有時候吃飯吃很慢 其實不是因為他故意要吃那麼慢 實在是因為他有吞咽困 他怕嗆到 所以這種濃稠的口感的這種飲料 其實又有膳食纖維 補充的話其實非常適合 好 那非常謝謝小潘潘帶來的末路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今天三個來賓 帶來這麼三樣好吃又健康的飲品 我們三個評審到底要把分數投向誰呢 來 請舉牌 不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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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麼多 不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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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的五十倍耶 你是他的五十倍 我在乘以四 我知道兩百倍 重點是你還用兩次 到底發生什麼事 黃醫師為什麼頭腿布丁 沒有啦 因為我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全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節目知道我是水果控 我怎麼可能拒絕那個水果給我的誘惑呢 這第一個在我心中加分 這是個人私語 第二個是今天我們是冰品 所以其實我不想咀嚼 我也不想要這麼多的花樣 我只想立刻有這種爽快的感覺 那今天三樣都很天然 所以我當然選擇 最能夠讓我覺得夏天很暢快的冰品 所以我選擇布丁 好 問一下 萊姆 為什麼要給布丁 因為我覺得顏色非常的驚艷 就是一般這個顏色 夏天開胃 對 而且我們平常吃不到這個顏色的東西 通常都吃不到 而且它花青素含量非常的高 所以我覺得非常棒 那洪素卿這麼難搞 為什麼也投布丁 因為我覺得呢 你沒有想到你爸爸嗎 你怎麼可以背叛你爸呢 因為我決定回去之後再給我爸喝 沒有喝 真的 對 我覺得這很好 我必須說 小潘潘師傅的木耳非常好喝 然後他的薩基努 我必須說他也有一套 因為老實說他的這個蓮子跟那個木耳 處理都非常到位 脆的該脆的 然後該軟的軟都很好 可是陳英文這個是讓我意外 所以說那兩個東西那麼簡單 那麼沒有誠意 可是他拼湊出來的感覺 就是讓人家驚艷 就是他意料外的 比他的這個不誠意好很多 所以再加上 就是他的複製率很高 就是說這個家庭主婦在家 真的很簡單 看完錢很快打一拖 就可以了 就是對於我們觀眾來講 他最容易操作 對 你知道氣泡水多難買嗎 不會 小潘在這邊提供沒關係 對 好不好 因為這個要熬煮45分鐘 這個要熬半個鐘頭一個鐘頭 你看這個死要破會破 是不是 而且現在當季 立刻就要解渴了 真的 沒想到布丁得到三票大獲全勝 沒關係 接著下來我們來PK 夏天健康又好吃的甜品 那布丁竟然要做冰棒厲害了 對 我今天要做的是水果冰棒 然後一開始 你今天衝著我來的 對 然後 上面水果 下面水果 對 然後因為這個水果冰棒 我的那個基底是用優格 然後或是優肉乳 如果說你簡單一點 你不想要自己做優格 你用優肉乳去倒也可以 然後那我先教大家 簡單的自己在家裡 來做優格 首先你要準備呢 一瓶牛奶 然後呢 還有一台優格機 對 然後呢 那優格機跟牛奶之後 還要有菌 所以 像他其實有一些買優格機 他就會告訴你說 菌要在哪裡買 OK 然後呢 把鮮奶倒到這個培養的這個 就是培養菌的那個 還有變成優格盒子裡 倒到大概這樣子滿之後呢 菌倒進去 對 然後攪拌 對 攪拌攪一攪之後放著 然後就這樣過一夜 就是晚上的時候做嘛 然後睡覺起來之後 其實差不多 六到十二個小時呢 它就會成型了 其實看它菌的多寡 然後它成型的時候 就像果凍一樣 它上面就是硬硬的這樣 它下面會比較軟一點 然後呢 我們要怎麼把它做成冰棒 那時候已經 好 這一個是我們之前 準備好做好的優格 對不對 對 這個是已經把它攪一攪 它變軟軟的了 已經比較液態的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先來示範 我們先把它倒到 這樣子的盒子裡面 然後 這個是示範奇異果 對 我會用奇異果 是因為我覺得奇異果 它很好造型 對 那我們媽媽弄奇異果的時候 很多人都直接對半 挖出來 然後打成沙之後切 那我教大家做一個 就是它比較有造型的樣子 奇異果頭跟尾切掉之後 這邊有個地 這個地一定要把它切掉 因為這個地呢 會讓你吃到陰陰的 一個籽的東西 它就像一根刺一樣 然後你就是把皮削掉 削皮的時候呢 保留整顆的 厲害 一刀到底 保留整顆的奇異果 因為前面已經先拿三分了 對 好厲害 有自信 保留整顆的奇異果 保留整顆的奇異果 這個半夜十二點 在記錄面前這樣 感謝我在餐廳上播班 你會看到我們前世 然後弄好之後呢 我們把它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 薄薄的 薄片 對 那切薄片要做什麼 當你切了薄片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容器 像我們這容器是圓的對不對 對 在還沒有加上優格之前 你可以把它 放進去嗎 心機很重的 對 貼在這個容器的旁邊 貼在這個容器旁邊 我們現在用一片來示範 貼在容器旁邊之後呢 你就把你自己親手做好的優格 優格放進去 優格放進去 如果呢你自己覺得 覺得這個做優格實在太麻煩了 你覺得房間的 看哪一個牌子你喜歡 你就把那個優格 你也可以買原味比較健康的 或優柔乳 好了之後呢 你就把冰棒這樣插進去 輕輕的 不要插太大力 它擠出來的話 你上面會很難用 對 然後就這樣冰到冰箱 六個小時之後就可以吃了 厲害 然後呢 我可以再教大家一個呢 漸層的方式 比如說 像越甜的東西呢 一定要先擺 你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就先把不同種的 水果優格全部都 準備好 對 然後看哪一個最甜就先到 比如說芒果最甜 就倒在最下面 最下面 然後中間是第二層 上面一定是最不甜的 然後這樣子的時候 它的漸層就不會亂跑 因為它的濃度會一直往下掉 那你就把那個冰棒插進去 等到做好它就變三色冰了 對 好 那就是 那這個布丁事先做好的 三色冰也超漂亮 這是火龍果吧 對 這是火龍果 對 這感覺是 剛剛的葡萄火龍果汁做成冰棒 可是這樣 好厲害的 一招兩招 看一下布丁有更厲害的 你看 好漂亮喔 漂亮 漂亮 沒想到這麼漂亮耶 心機貼圖了 心機貼圖了 沒有參過那個冰棒裡面 有完整的水果耶 對啊 厲害了 就直接加 那個小潘師傅可以加木耳啊 沒有 你剛剛還說不是年輕人 居然沒有投給我 只要可以切成片 就可以做成這樣 而且就是 人家很多人 你看像剛剛做 都一點都不難 可是很多人 拔出來都覺得 這太難了 我一定不會做 可是其實媽媽自己在家裡 這是很容易的 是優格有加糖嗎 這個優格有加糖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優格 因為其實冰如果不加糖的話 味道不夠 吃到嘴巴裡面它會 那嘴巴的味道 味覺會比較弱 然後它加一點糖 去提它的味道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弱 超好吃耶 因為像水果本身 熱量非常低 像這一整顆愛聞芒果 一顆才100大咖 然後七果一顆 也才50大咖 而且用量其實也很省 而且我超愛吃芒果的 紅素青的芒果也快要嗑光了 因為這個季節芒果非常盛產 那芒果比較大的問題 是幫它切下去 一吃就嗑不完 就會吃太多 可是你把它做成這種小東西 它這樣吃的時候 就會不會過量 因為這樣邊看電視邊吃 就覺得剛剛好 厲害 最近夏天那個腸病毒流行 所以腸病毒的小孩 什麼都不吃的時候 事先準備好 你這樣拉出來 三四根它都給它吞下去 對 而且七果維生素C 大家知道非常高嗎 可以養顏美容 促進我們女生膠原蛋白生成 而且你去海邊的時候 你打這個奇異果汁 或是冰棒 看可不可以放在一個冰桶裡面 帶去海邊吃 又有防曬的效果 而且這個 奇異果裡面的維生素C 還可以促進我們精子的活動量 什麼 這是一道非常女性的甜點 夏天就是要吃瓜類 因為夏天的瓜果就是 好多問題 我就是在你今天會弄這個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靈感就是 我要轉移到冬瓜 這完全就是解殘啊 對 你現在會突然間想說 我來一個冬瓜嗎 不要 是不是 是嗎 是嗎 要夾薑絲嗎 蘋果裡面的維生素C 還可以促進 我們精子的活動量 什麼 你們看我們黃醫師吃都黃了 對不對 我想說小朋友應該不需要 所以夏天如果小朋友 一定要吃冰的話 這個整個成分就是 優格加上水果 而且原汁原味 那相對上就真的是健康很多 沒錯 好 謝謝布丁 謝謝 好 接著下來 我們Sakimu要帶來的 叫做橙汁冬瓜 對... 橙汁冬瓜 原住民的朋友熱愛冬瓜 因為我自己的故鄉就是種冬瓜 對 然後有時候盛產的時候 盛產的時候會自香 自香 好可愛 所以要發明出很厲害的甜品 對 然後幫他們銷火 要不然真的是我們菜農跟果農 都是非常辛苦 好有感動到耶 Sakimu這厲害的 他是真的拿冬瓜片來做 冬瓜 這個啊 這個冬瓜買回來之後 那個去籽 然後去皮之後 記得要老冬瓜 因為他們賣不出去的冬瓜 OK 好感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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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冬瓜 然後 在地食材耶 然後切成條 切條 大概0.5公分就行了 對 然後因為煮的時候 它還會再縮 然後這個老冬瓜要煮到 呈現透明狀 透明狀大概八分熟 八分熟就好了 八分熟 對...要不然你待會兒 我們在做醃漬的時候 它就會爛掉 太軟爛不OK 對... 然後煮成透明狀之後 然後你就... 因為我們煮起來是這樣一片的 對... 然後你煮熟之後 你還可以再把它... 再對切 對...切成條這樣 變成長條狀 對... 然後再放在... 我們假裝它是已經煮熟了 然後我們再放在這個容器裡面 然後... 然後就開始醃漬 現打了這個橙汁 有橙汁來醃它 對...橙汁 橙汁來醃它 然後這個量呢 其實可以蓋過那個冬瓜就行了 橙汁跟冬瓜 對... 然後再... 只要讓它表皮都均勻的 沾滿了橙汁就OK 對... 然後這個檸檬汁 然後檸檬汁也不用太多 一點點... 一點點就行了 這樣會酸酸甜甜喔 對...然後再... 加一點糖 對...砂糖 砂糖我們再放一點 那這樣子要醃漬多久 對... 醃漬它要醃漬到24小時以上 然後醃到那個橙汁已經入色之後 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 那這樣你要不要把它放冰箱醃漬 對...就是保鮮膜包起來 然後放冰箱 然後放冰箱 然後超過24小時 對...24小時以上 然後之後就會... 24小時以後它就會長成這樣 對...它橙汁會完全的剩在裡面 我這樣聞喔 橙汁很香耶 真的嗎 然後它冬瓜是真正的冬瓜條耶 真的耶 這厲害... 我以為它是蒟蒻耶 我們給大家試吃看看 看起來很有氣質耶 對 很有氣質啊 很有意境的一道菜喔 創意料理 好 薩基努的橙汁冬瓜 我感覺它的冬瓜 它沒有煮到軟爛 所以插下去還有水分 對 還有水分 感覺會有口感喔 而且冬瓜被那個橙汁泡得好香喔 好好吃喔 這酷... 超好吃的喔 陳檸檬 這是一道非常女性的甜點 你知道嗎 因為它夏天有時候吃甜點 會覺得怕膩 可是它這個就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入口那個冬瓜 就入口即化 對啊 然後整個橙汁跟你家的那個 有點檸檬的味道 就整個衝上來 而且你用了最好的髒季食材 因為我們都說 夏天就是要吃瓜類 對 要吃瓜類 因為夏天的瓜果就是 上天生來要讓我們解熱跟去水的 好東西 這個要吃瓜類 因為夏天的瓜果就是 上天生來要讓我們解熱跟去水的 好東西 好吃耶 好當甜菜 甜品高超讚耶 非常厲害 因為今天有看到那個橙汁加木耳 橙汁加冬瓜的 加冬瓜真的勝 真的 你沒有在小剛剛 沒有 還好我們兩道菜是錯開的 兩道 下次我知道了 對 因為味道非常的搭 不會有那種微殼的感覺 但是要注意 因為那個是橙汁 就是這個炸汁 原汁對不對 因為柳橙啊 它其實餵食道逆流的人不適合多吃 因為它會促進加速這個 加重這個餵食道逆流的症狀 所以這個要比較注意一點 那其他一般人都非常OK 沒有問題 是因為它的甜嗎 沒有因為它的酸 酸 甘菌類 對 所以但是這個我覺得非常適合 糖尿病病人 就是你那個汁不要喝 但是你可以吃那個冬瓜 冬瓜 對 甲離子的補充到 然後膳食纖維也可以補充到 也不會血糖太高 然後又可以吃到一點甜點 我覺得非常開心 好吃 謝謝薩金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小潘潘師傅 要帶來蜜糖吐司 明明高熱量怎麼會健康 我們要做一個水果冰磚的蜜糖吐司 那所以一般我們外面吃的那個吐司 它都是炸過然後加很多奶油 那我們可以去買這種小型的炸亮麵包 這就健康 而且比較可愛有沒有 那今天雖然是創意的冰瓶 但是我這個冰瓶 我讓大家當個早餐 早上起來有時候或者是午餐 有時候很熱有沒有 那我們就邊吃冰 然後還可以邊吃飽 所以我們加個麵包 早上吃冰 所以你把麵包挖空 把它變成一個碗一個棕 可是這個是非常健康的雜糧麵包 這厲害了 這感覺厲害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把它挖好以後 然後先備用 那我們就可以在家裡 有一些水果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一些芒果奇異果 或者是水蜜桃 對 那簡單的我們就把它切成丁 簡單切成丁 而且這個可以 因為水果其實現在台灣水果都很軟爛的 很香甜 好 那把它切成小丁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填到這個 製冰河 製冰河裡面來 厲害了 好 那就很簡單 我們就把它放到製冰河裡面來 所以其實有很多高營養分的一些水果 我們都可以把它選當製冰河 然後就可以這樣簡單的把它放到製冰河裡面來 以後就把它動起來 等一下 來 那我是笨蛋要問 直接放水果丁不用加任何水 直接放水果丁 然後我們可以加一點點的蜂蜜水 加一點點的蜂蜜水 對 就算要加只加一點點 對 只加一點點就好 因為其實呢 這有兩種做法 你可以加一點點糖 那糖呢會脫水 那你的這個水果丁呢 它就會釋放出水分 它就會剛剛好 可是呢 因為我們吃健康的關係 我們就不再加糖 可能加一點點的 冷冷的蜂蜜水 這樣就可以了 那事先我覺得我先加蜂蜜水 做好一盤在旁邊 那這一盤就是五顏六色的冰塊 可是這是真的 貨真駕駛的水果冰磚 沒錯 對 你看從奇異果到芒果到火龍果 中間這個白白的是 白白的是香瓜 香瓜還有水蜜桃的部分 對 水蜜桃的部分 OK 那這樣就是我們冰磚 那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這個 大壺產的這個草莓醬 好 那我們大概用一點點 把它塗在旁邊 把它塗在邊邊 因為待會兒你吃的時候呢 它才會有一個甜度在上面 而且是一個自然的甜度 把它塗在邊邊 好 那很簡單 其實都不用幹嘛 我們只需要 把這個水果冰磚取出來 它有什麼顏色 我們就把它打過來 OK 好漂亮 好漂亮 其實我啊 其實我在家裡 有時候在做雞尾酒的時候 不是都會放冰塊嗎 對 我就會放這種冰塊 又被你學走 又被你學走 怎麼會這樣呢 好 我就知道你今天會弄這個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連感覺就是 我要轉移到冬瓜 要不然他們都撞在一起 真的 反正他們今天都主攻你最愛的水果 對啊 怎麼這樣 下次我們就來做冬瓜冰磚這樣 而且都是當季的五顏六色 哇塞 而且它吃起來 又不會像外面很多那種 蜜糖吐司 它是加冰淇淋 然後不要加那麼多 不要加那麼多 它片一顆就好 那邊冰的也吃不完 像外面蜜糖吐司 熱量一個大概就一千兩百大開 那一個冰糖 這個大概才兩百大開 加一點水果冰磚 然後當然啦 專業來當然不能開玩笑 對不對 你就簡單的呢 來一點點的這個 苗編圖 畫一下對不對 你這整個是違章建築耶 這就淋一點點的好的蜂蜜 對不對 好漂亮 這淋一點點這個小朋友愛的煉乳 對 真的煉乳了 加煉乳多五塊 多五塊 好漂亮喔 蜜糖吐司 對 這樣就好了 那你可以放點薄荷葉 撒點糖 對... 簡單搞定 好厲害了 我們來上桌試吃了 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試吃 小攀攀的蜜糖吐司 然後這超健康的 冰酸吐司 好吃 這個感覺就好像就是 你知道嗎 你家明明是賣吐司的耶 可是旁邊有人在賣剉冰喔 真的很會講 平常吃這種麵包 都會覺得它硬得要死 可是那個剛好一口咬下去 從冰的那個酸味開始 然後接下來就會吃到那個 烈奶的甜味 然後那個果醬的味道 之後再有那個芝麻麵包的香味 對 而且它麵包有作弊 它麵包很好吃 其實 對啊 而且它選的麵包真的很棒 它那個麵包外面酥酥的 很像餅乾 然後裡面有一層QQ的麵粉 然後裡面再加那個冰的 加煉乳 好厲害 好厲害 那會裝作一個女生 少女生那個眼睛 都變成新型的 都亮了 真的 那三個冰的那種 不是那種很軟的 很軟的就是油脂含量太高 這個其實不會 這個熱量是 麵包裡面是比較低 而且裡面還有黑芝麻 顆粒 黑芝麻其實鐵質 蓋質都非常高 所以這一個蜜糖吐司 熱量應該不高吧 200大卡頂多 很不錯吧 沒有 如果那個 像素晶加煉乳加什麼樣的話 要加 他就把它當成剉冰店 在吃你知道嗎 好啦 那小潘潘上了 這麼厲害的蜜糖吐司 這三個來PK 三個評審還是要打分數 好吃好吃 甜品甜點的PK 你們要投票給誰 請舉牌 這樣是OK的 沒有 這樣是OK的 因為至少他沒有拿到分 我現在找 我回家投手了 我真票 我也是贏啊 對齁 好啦 我問一下黃醫師 為什麼騙他一票 沒有啦 因為他是專業的嘛 然後我想說另外兩位不是專業的 所以當然這個下一次有點加分 那其實我個人只是覺得說 我是一個廚房白癡 所以今天這些 後面這三個點心的話 我覺得Sakinu的 我最容易複製 所以小潘潘那個實在太厲害了 沒有辦法 我去你家做 我去你家做給你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問題 真的嗎 馬上換你他 你太容易收買了 沒有 你仔細看 你家樓下是我在住啊 我早就過去了 好啦 好啦 好 問一下黃醫師 因為這選用的是在地食材 而且都天然食材 而且做法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準備好泡好 然後隔天就可以吃了 非常簡單 而且又很健康 而且非常特別 我覺得一般市面上 是吃不到這種很特別的組合 而且口感跟那個顏色 看起來都非常的搭 所以我投給他 好 那我問一下素卿 因為我覺得 只要有吃過蜜糖吐司的人都知道 好 去吃的時候很興奮 可是吃完之後會覺得 真的太甜太甜 對 會很... 可是你會不會心裡 會有這樣的願望 就是希望在夏天裡面 看到一個繽紛的東西 然後就很想吃它 這完全就是解殘啊 你夏天會突然間想說 來一個冬瓜嘛 對嘛 是不是 對嘛 是不是 冬瓜加薑絲嘛 是 是 是蛤蜊湯的嘛 對嘛 不是 我們瓜農總是在最 炎熱的時候採收 是不是 那可以煮成蛤蜊 冬瓜湯啊 是不是 那個是蜘蛛餐免費 喝到飽的湯 好 謝謝我們三個評審 所以今天的冠軍 還是布丁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實際名歸啦 但是我... 但是我這一... 這一場我還是覺得 這個薑絲露的那個很好吃 太驚豔了 厲害了 今天真的學了好多 真的 其實今天三個來賓 帶來的都超厲害 真的耶 真的耶 一定都要學 對 而且我們家氣志要把食譜 通通PO在臉書上面 歡迎觀眾朋友來PK來學 那今天謝謝三個評審 謝謝三個來賓囉 謝謝 也謝謝大家收看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